大家晚安 今天前台各地依旧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除了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争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朗非常稳定的好天气 而目前看起来这样子的好天气还会持续好几天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接下来这几天可以怎么安排跟运用了 从微信图上面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天气重点了 就是其实现在在西太平洋上面有两个热带地正在发展当中 而且这两个热带地都有持续增强成为台风的机会 其中一个目前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持续的潮汐往菲律宾东方的海面前进 并且有机会在它接近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北转往台湾东方的海面接近 如此一来恐怕就会影响台湾了 但是其实它就算影响台湾也是下个星期的事情了 所以其实时间还很长很久 所以它的路径跟强度的变化都还有很大的变数 提起您先不用过于担心 但是未来一定要持续的每天更新最新的抵押动态了 而另外一个热带抵押它的位置就比较远了 目前的位置是在西太平洋上面 距离台湾还非常的远 云图上面还看不到 而接下来会持续的往北转 往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 如此一来对台湾来说影响其实就会比较小一些了 但是同样的也是因为影响台湾的时间恐怕还很长 所以它的路径跟强度的变化还有很大的机会 所以提醒您接下来这段时间 同样的不用过于恐慌不用过于担心 但是一定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抵押动态了 至于在今天的降雨分布图 主要都是以山区为主 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争雨 预期的明后两天同样的也是 降雨的范围降雨的强度都是比较小一些些的 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了 而注意在外来的天气部分呢 持续的受到北方冷个空气影响 所以气温的部分都是比较偏低的 但是因为这次南下的冷高压呢 它是属于比较干凉的空气 所以其实带来的水气不多 降雨的机会自然就是比较少一点了 所以其实呢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呢 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 有机会出现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争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好天气 预计呢稳定的天气 至少是持续到礼拜四礼拜五左右 但是呢礼拜五之后就要看低压扰洞 有机会接近台湾 有机会外围环流带来一些水气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云量就会偏的比较多一些些 降雨的机会也会提高一些了 所以礼拜五之后的天气呢 就要看刚刚讲到的热带低压 或者是台风接近台湾的程度而定了 提醒大家持续更新最新的天气动态了 好 至于在风场的部分呢 很明显的最近只是吹着东北季风 所以感觉呢都是比较偏凉的 特别是清晨跟晚上 而东北季风呢 除了带来凉空气南下之外 也会带来一些中国沿岸的污染物 再加上呢 最近各地的降雨机会是比较低一点点的 天气状况真的是蛮稳定的 所以呢在种种的天气条件呢 也就是影响之下呢 所以其实呢在最近的空气品质状况呢 都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是不至于太差 但是其实呢 如果您是容易呼吸到敏感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跑出来了 所以提醒您 如果您是容易比较敏感的患者的话 建议您出目的时候要戴上口罩 会比较舒适一些了 好 至于在接下来的天气部分呢 其实北部地区接下来这星期都是好天气 只是礼拜五之后呢 随着地压扰动的接近 云层可能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 不会有这么像最近这几天比较灿烂的阳光出现 云量会比较多一些些 而在气温的部分呢 接下来这几天的气温持续的往回升 明天高温27度 后天29度 越来越温暖 但是在清晨跟晚上的低温呢 还是只有21度到22度左右 日夜温差越来越大 早晚的差异呢 温差是比较大一些的 提醒您早晚外出前面要留意这样子的温差 变化了 还是搭配一件薄外套 薄长袖出门会比较适合一些 至于南部地区呢 则是接下来这几天 天天都是大太阳的好天气 其实呢 秋冬季节开始 南部地区降雨的机会 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了 所以啊 天气状况虽然好一点 但是空气品质状况 就会变得比较差一些了 南部地区容易敏感的患者呢 真的要记得戴上口罩出门 会比较好一些了 高温很温暖 30度到31度左右 有一些闷热 早晚呢 比较舒适 低温是25度左右 好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了 礼拜四之前 各地就是好天气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要怎么安排这样子的好天气 只剩了礼拜五之后 就要看第二扰动 接近台湾的程度而定了 有机会会带来一些水汽 北部跟东南部地区 云层比较多一些 降雨的机会会稍微的提高一点点 而各地呢 早晚依旧是比较凉一些的 提醒您早晚外出 千万要记得注意保暖 搭配一件薄外套 薄长袖了 而接下来呢 西太平洋上面两个热带地压 都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台风 会不会影响台湾 还有一些变数 提醒您 未来一定要持续更新 最新的地压扰动动态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